这是马斯克首次以书面方式威胁退出收购推特交易 周一 马斯克在给公司的一封信中警告说 推特显然实质性违反了自身义务 他保留终止这项收购协议的一切权利 消息一出 当天推特早盘股价一度下跌超过5% 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的马斯克曾经表示 他的任务之一是从平台上移除 垃圾邮件机器人 此前他花了数周时间在推特上抱怨 但很显然这些问题并未改善 上个月 美国软件公司的一款审计软件发现了两个秘密 第一是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的2220万粉丝当中 居然有49.3%都是假账号 第二 世界首富马斯克他的9000多万推特粉丝中 也有近四分之一都是假账号 这些假账号是指已经无法联系或者看不到推文 可能是垃圾账号 机器人 宣传工具 或者是长期不活跃的死尸账号 而这两个审计结果立即成为马斯克 至于推特假账号数量的强力佐证 马斯克的这个警告可能是源自于他对这种真实言论自由的一种追求 但也有可能是源自于一种商业谈判的策略 所以对推特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但是对马斯克来说他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正当推特收购案漫天迷雾之时 这位天马行空的世界首富却一转头把焦点又放在了星际飞船上 马斯克发推表示他准备在2050年将100万人送上火星 成为现代版的诺亚方舟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瑞丽 综合报道